几个妈妈都想学的缝纫小技巧 1.裤子拉链往外翻 首先把拉链跟裤子边缘缝起来 从下往上缝制 然后用力一拉 保证拉链从此再也不会外翻 2.毛衣洗后肩变宽了不知道怎么改 可以用一拉就收的无痕针法 在这里缝出一个倒三角的形状 最后收线就比较自然 手残挡也能学会 3.裤子腰大了这样改 先拆下皮扣 然后画个记号 剪去多余的部分 用隐形针法缝合 按照视频方法走针 把线打结 缝好后就完成了 最后把皮扣缝上就好了 4.牛仔裤裤腰大了 缝割到三角一拉就好 5.卫衣袖子太长了 教你视频中的方法 一拉就变短